嗨!大家好!我是ROG大餅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ROG跟G-SKID 還有LARAK共同開發的DC-RAN DC-RAN其實就是雙倍容量記憶體 那我們直接以實體來講 這個技術呢 它其實是利用兩支U電腦1CC的MAR9 把它合而為一成一支所謂的DC-RAN 那現在主流是16GB 所以是16加16就是32 32 那假設以這個理論基礎下 之後如果是32 32 兩支加起來 理論上 它會是64 64 好!那我們現在直接看現在開賣的 32GB 32GB DC-RAN 首先是LARAK 3200C-14 大家可以看到 實體的4支16GB 那接下來 G-SKID 的DC-RAN 一樣單支32 加總的64 一樣3200C-14 4支16GB 那我現在就開始跟大家介紹 DC-RAN怎麼做出來 首先呢 這一項技術是由板子加記憶體搭配 那現在的板子目前只有3塊支援 一個是M11A 一個是M11G 一個是M11G 一個是D390i 還有G-SKID 那記憶體部分就是G-SKID G-SKID 跟LARAK DC-RAN 系列 OK!這是剛剛講的 我們現在開賣的就是以 單支32就是16GB加16GB 的調子 那一般板子呢 它其實有 兩定Ball跟四定Ball 那哪一個好呢 沒有一定 那為什麼 會有兩定Ball的設計呢 第一個不外乎就是它 體積的問題 就是ITX 那另外一個呢 其實就是為了它的超頻性 像我們的MCA M11G 就是 訴求超頻性 那1390i Gaming 它就是標準ITX 那在四定Ball下面 到底是1DPC好了 還是2DPC好了 其實沒有一定 就是看 使用情境 那這邊跟大家 稍微解釋一下 什麼叫1DPC 什麼叫2DPC 1DPC就是 1DIMP channel 就是一個channel 一支 比如說 A1 B1 這樣就叫1DPC A2 B2 也叫1DPC 那2DPC 就是滿的 4支就是2DPC 那這一頁呢 那這一頁呢 跟大家介紹一下 現在 一般 DRAIN 它的DATA訊號的走法 主要有分成 T TOPOLOGY 跟DACY CHAIN 指的就是DATA 我們可以看到 T的話就是 DATA過來 T分支 DATA過來 T分支 DACY CHAIN就是 一個串一個 串A1 再到A2 另外一個channel就是 串B1 再到B2 那這兩個 在超頻來講的話 以T來講 就是 2DPC 會大於DPC 就是插滿 會贏 插單支 那 這邊呢 就是相反 它就是 1DPC 會大於2DPC 那當中呢 又以 A2 B2 優於 A1 B1 原因很簡單 就是 A2 B2 的時候 它沒有產線問題 OK 所以 以2DPC來講 TTOPOLOGY 會贏 DACY CHAIN 那如果是 以這三個來講的話 1DPC的話 2DPC會贏 2DPC會贏 4DPC的DACY CHAIN 然後再來是 4DPC的TTOPOLOGY OK 我們剛剛有提到 我們的MCA M11G 為了兼顧它的 超頻性 那我們可以 舉個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 4500 4500 4266 以頻率來講 它這邊就差了 大概 6000分 那 同樣在4500底下 我們去 調校它的TIMING 分數也是有差 大概差5000多分 所以 DM頻率更高 TIMING更低 得到的就是 分數更好 效能更好 那再來就是 記憶體容量的問題 那 再來就是 那我們發現就是說 在有一些 專業的 繪圖轉檔程式 它 所需要的 記憶體容量 越大的時候 它的 效能就越好 以我們實測來講的話 32GB跟64GB 就差了加近 20% 那以GAME跟Benchmark來講 容量大到一定程度的話 其實 就沒什麼差了 比如說 32GB 其實就非常非常夠用 那在這邊 做一個簡單的小總結 以打GAME跟做一般處理 文書處理或什麼 其實 兩釘跟四釘其實都可以 都 都一樣 都可以 但在極限超頻的話 就是 兩釘BO會比較好 但是在跑 一些 專業程式的話 它就比較弱 因為它只有兩根施打 所以容量沒辦法 很大 那 四釘BO就 相反 極限超頻弱了一點 在跑專業程式的話 它容量就可以 比較大 好 那我們的 問題來了 因為我們 有出兩釘BO的板子 那我們又想解決 在專業程式這一塊 就是想要把它容量增加 所以我們怎麼做呢 其實我們有兩個方案 一個叫做 DIN EXPANDER 一個就是 DC RAN 那 DIN EXPANDER 其實在 M10A後期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 在做實驗了 那其實是會動的 我們 我們朝左的話 就是為了 閃 我們的定打兔 那這時候 就只能用 水冷 那 往右的話 會卡 定點兔 但是不會卡 枯了 那我們 可以直接看一下 實體 來 這裡 先讓大家看一下實體 向右的 有沒有 向右的只能用在 沒有定打兔 向右 向左 定點都可以用 那 cooler是一大問題 那還有一款 斜叉的 大家可以看到 很誇張 閃過了喔 那你看有多誇張 它在牽這麼長 那 我們看一下斜叉的 實體的感覺 大家可以看一下 沒有抓到四肢 壓在斜叉 有點誇張 好 那在 定理Spander 這樣的 實驗下 現在咧 我們當初用Corsair的Module 來測的話 最高可以測到3333 333 好 那 定理Spander呢 我們這邊 稍微簡單的總結一下 第一個 我是想要保持 好的 兩釘Bo原本的超頻性 好 然後利用 定 Expander 插滿四肢 來支援最大容量 那問題來了 剛剛大家也看到 它就是很誇張 所以我 透過轉卡的話 低電源相近的這個問題 再來是 肌肉感色問題 再來是 超頻性 可能是個問題 好 所以 這個計畫 到後期的時候 我們決定 就是要 把 轉卡 轉卡 就是把 轉卡 加 Majo 這東西 直接 做成 DC 那 DC 一樣 保持 較好的 超頻性 解決 最大容量的 資源 然後得到 較好的 超頻性 但是 問題來了 它的缺點就是 資源性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 成本非常非常高 所謂的資源性問題就是 就是 每一家 要follow 華碩去做 才能動 好 那我們 進入重頭戲 剛剛講的 DingExpander 跟DC Run 它是怎麼做出來的 我 以一個channel來講的話 一個channel 兩個slot 那大家可以看到 灰色就是 slot 共用的訊號 也就是說 它吃 它也吃 那 紅色呢 就是上面這個A1 自己的訊號 黑色就是下面自己的訊號 那我很簡單 我其實就是把 把 這三個訊號 結合在 一根 slot上 我就是把 這三個訊號 結合在一根 slot上 然後 然後 利用我們華碩的定義 引上來 那 麻酒廠就follow 我們的定義 跟我們的A號蓋 進行拉線 大家可以看到 紅色就是 拉到 給A1 A色就是 上去給A2 然後共用的訊號就是 一樣上去兩個都用 所以其實就是 將兩支U 電腦1CC結合在一起 D1 SR的訊號就是 要follow 華碩的D1 那整個精髓呢 其實就是在 我們Layout部分 我們Layout 在Tune線的時候 至少花了三個月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 藍色這個就是所謂的T 就是我們的Data 那 D-Learn的組成除了Data以外 又有很多訊號 比如說 港面合罪時 Ctrl、Cluck之類的 那我們必須去 調配說 它線要怎麼走 線長的差異要多少 簡單來講 比如說 我這一段這一段 這一段這一段 的定義是什麼 再來就是 我這一段 這一段 這一段 跟這一段 的定義是什麼 再來就是 這一段 上去 這一段 的定義是什麼 那整個 關鍵其實就在這裡 那這裡是最花時間的 那這個技術 其實 說穿了 了解之後 其實也不難 就真的是花時間去做 好 我們最後 我們這項技術呢 其實就是 保持原本 兩定波 較好的超頻性 就是你要玩超頻的時候 你就 你就 用一般的 Single-Site 8GB去玩 那你需要 最大容量資源的話呢 你可以 買 DC-RAN來用 那 DC-RAN呢 跟我們定義 spender比的話 它有較好的超頻性 但是它的缺點 就是 資源性問題 跟廠商成本 偏高 再來就是 跟大家 再做複習一下 DC-RAN的容量 其實就是 U電腦1G容量乘以2 這是 這一個 技術的 最大特徵 所以 目前我們是 16GB乘2 是32GB 那未來有沒有可能是 32GB乘2 這個就 之後再說 那 目前資源的機種 就是MCEA M11G 跟Z390 iGAMING 那另外一個 提醒大家就是 DC-RAN 插在別的板子 會不開機 理由很簡單 因為你用到一半 另外一半 沒有去驅動的話 就是一個logging 那就是開不了 那我今天 簡單的講解 希望 大家會喜歡 謝謝大家